所以你自己就會捏成小塊 然後你鋪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地方 什麼叫無關緊要呢? 比如說像鈴波塞的embratio 就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這鈴波塞的embratio可以把它鋪起來 只要不要影響咬合就可以了 然後呢,為什麼要鋪呢? 因為方便你拆膜 還有硬膜的時候從患者口內拔起來 減少變形 那你說那我在臨床會不會用anti-wax呢? 也可以,但是我會用別的材料 因為是放到病人口腔的 但是道理都一樣 我們要將undercut的區域把它block出來 而且block區域一定就是在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要block的區域就是那些 functional cost不會咬到 任何cost都不會咬到 比如說bridge的底下 那個地方一定要 然後 有牙周病的牙齒 那它中間的embratio是開的 所以就需要稍微block一下 像這個下額前面 下額前牙的中間的地方 我們用UT2X把它稍微block一下 我們用UT2X把它稍微block一下 大家注意就是到這三次之間就不要block了 這個到這個地方 因為已經慢慢的越來越重要 甚至於2、3之間也都不要block 因為你現在印出來的這個就是你要 緊接要做好幾個禮拜的模型 所以你在做這個block out的時候 燈量不要太大 就是主模 我們現在要印的這個模型就是主模 就是所謂的working cast 或者稱為master cast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動作叫做final impression 只有embratio form 所以其他地方就把它給 留到離鍋賽的地方把它拿掉 好不好 這個步驟是不用到很精細 但是要注意不要把重要的區域給block起來 當然呢 如果你把buckle side給block 你的模型會更好 更好倒模 更不容易斷掉 因為很多人會在拆模的時候 拔不起來或者斷掉 這個都蠻危險的 所以一定要先做block out的動作 好不好 所以我們buckle side呢 也做一個比較minimal的block out 好 喔好 其實它沒有錄 沒有 這樣錄 這樣這個錄 我可以錄然後再傳給他們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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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